悬疑烧脑剧鼻祖双风重启,优虎独播霸评惊吓 悬疑烧脑剧鼻祖双风重启,优虎独播霸评惊吓 今年世界范围内最受期待的美剧,悬疑烧脑剧鼻祖双风重启新片,定于6月11日中午12点起将在优酷全网独播 酷喵会员在电视端抢先一口气看全集,VIP会员每周一中午12点抢先看6集,非会员每周一至无转免一集 悬疑烧脑剧鼻祖双风重启,优虎独播霸评惊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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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导演大卫林奇重启双风,镜竹白玉兰讲说美剧双风是悬疑惊悚,侦探烧脑类剧集的鼻祖,毫不夸张 1990年双风问世,首播就创造收视神话,双风系列剧更获得过包括金球奖和爱美奖在内的15个重要奖项以及44项提名 它是美剧史上的一个里程碑,观众们更将它作为美国Cloud文化的代表 双风的拍摄手法一直被人模仿,但始终无人超越,讲究的镜头,不虚不及的节奏 加上神秘诡异的元素,让人烧脑,同时又不知道为啥总感觉害怕的 在双风的催化下,诞生了诸多我们口中的神剧,比如迷失,X档案,绝望主妇等等 作为几代人心目中的经典,双风有如此成就,得益于这部剧的精神领袖,导演大卫林奇 如果你对大卫林奇这个名字不是很熟悉,那你一定听过穆克兰岛这部电影 作为一部不看说明书就无法完全看懂的烧脑影片 穆克兰岛被BBC评为21世纪最伟大的电影Talk E 双风重启片豆瓣评分8.6,可见观众对她的喜爱和认可 而且,在今年第24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,已经正式公布的海外剧单元注文名单中 双风一赫然在列,导演大卫林奇携手新作《双风》重启片镜竹白玉兰奖,结果令人期待 高口碑烧脑经典神剧再出新剧情 超现实拍摄手法重出江湖 双风众多角色个性十足,情节常常峰回路转,双风阵发生了一起命案,FBI探员库珀前去调查 结果发现了这个看似平和的小镇隐藏着的真实面目 故事从一具被塑料袋包裹着的裸体女尸开始 这部尸体还被Town杂志誉为电视史上最性感的死尸 死者是镇上人缘极好的女高中生罗拉 与此同时,另一名高中女生也以一副饱受虐待的样子逃到了镇上 探员库珀前来接住调查,她熟门熟路地从尸体食指的指缝中掏出了一个印着二岁纸片,证明了自己的猜想 原来这是一出连环凶杀案,而逃出来的那个女生差点成为第三个死者 以库珀为主导,警方迅速开始破案 最吸引观众的是,男主探员库珀不仅是神探,还时常变神棍,断案靠做梦 梦里一个巨人会给她指引,并且这些只是与现实极其吻合 不能做梦的时候,库珀就靠运气 为了找到嫌疑人,库珀让警长一个个念名字,听一个名字丢一块石头 如果石头砸中了玻璃瓶,那她就是嫌疑人 这么青春不做作的断案方式,真是颇受年轻人气荒了 这部剧中还有一位我们非常喜爱中国演员,陈冲,他饰演了一位看似于世无争,实则蛇蟹心肠的剧幕厂美女老板,并贡献了片中最香艳的一场戏 双风系列剧,1991年的最后一个场景,红色帘幕环绕下,梦中语音不清的劳拉对着酷珀说道,25年后,我们会再见 令观众没想到的是,林起大导演果然信守承诺,如今,他亲自指导,重启双风新篇章 双风重启偏延用了之前的人设,但故事却是全新的,讲述了25年前被困在红房间里的库珀,被超自然能力释放毁人间 当年双风阵的居民已经衰老,而诡异的谋杀案件又出现了,一个女人的头颅和男人的身体被拼凑在了一起 从已经曝光的预告片来看,还是熟悉的诡异画风,可谓连起拍摄手法重出江湖,神秘的环境和诡异的BGM,又让人们回忆起被梦境支配的恐惧 双风重启大咖云集 超高颜值期待爆棚在双风重启片中,25年前的原剧主演大卫、杜楚尼、埃沃雷特迈克吉尔、格雷斯扎比雷斯基等重返双风阵 导演林奇还带来他以往电影中的主角或要角,凯尔迈克拉克伦、梅臣阿米克、雪林、芬等等 还吸引了那奥米沃茨、劳拉、邓恩、阿曼达塞弗里德、蒂姆罗斯、莫妮卡、贝鲁奇、麦克尔塞拉等新一代明星加盟 据说,双风重启片每一集中观众都看到各大明星的客串 这些惊喜将让观众体验一把与过往经典重逢的新喜 双风作为悬疑烧脑剧的鼻祖 重启片的每一个神秘事件和诡异看点将给观众 再次带来一番时刻处于惊恰边缘的紧绷体验 好了,不要犹豫 就在6月11日 超级神剧双风全系列将在优酷独家上线 VIP会员及酷喵会员抢先看 请大家备好脑容量、摩拳擦掌 一起准备来看剧吧